大家好,今天我们聊聊最后剧园一个小工作室的绿座,终于就想上线了 我的小神帝部绿座,服务器很不容易,失望失望,因为现在人很多 建议大家玩离线模式,选择命运之环,提高你的出过率,不用谢我 除了游戏因为缺点,有点很明显,离线模式下,你可以享受世界聊天没有广告 大仓库,独特的技能和BBA乐趣,甚至还有过滤器可以过滤不必要的装备 你可以跟朋友一起玩,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吹水,不用像某些游戏高价购买 你还要花大价钱来扩握你的窗户 缺点的话,小工作室有些更新慢,服务器维修慢,这也是需要大家理解的 他们工作室是全球远程版工 你可以想象这个效率,但是第一天第二天他们已经在尽力维修了 大家多多理解一下 好,接下来我要吐槽一下我选的新职业,血精子,虽然跑得快,奋得快 但是吹的小鸡蛋,抗性没有,我叠了也没有 这是一个近战输出,吹笔机的代名词 大家可能喜欢跳来跳去,但是告诉你90%的boss依照秒我,新手慎选这个职业 也有可能是我没有跟上大神的节奏,装备或者抗性没有调好,导致玩的很难受 我以前玩其他职业的时候,冰川,乌妖这些等级低,但是伤害也足,他们有护盾,不会一下子被秒 总而言之,这一戏玩的非常爽,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装备 如果你是暗黑类游戏的爱好者,请千万不要错过 然后我在玩的时候,我现在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吴笛卷这个大神已经玩了47个小时了 他困难模式开荒1到100G,可能他会接下来完成50个小时成交,真的是太干了 连大神都忍不住一直玩下去,这就说明这个游戏很有意思